1. 挂线的工具 前两堂说了 写书法作品时 经常用线来定位 线有两种 一是临时的 折线就是这一种 另一种是永久的 那是用颜色 画在紫面上的线 是我们想把它保留在 作品上的 把航线或隔线画出来 现在你可以用打印机打 不过这打印机很大 而且是要可以使用圈子的 注意 油墨还不能用水溶性的 装表石会樱花 这种打印机 普通家庭是没法自备的 在家中还是要靠手工画线 跟古人一样 那古代作品上的航线 或者隔线 究竟是怎样画的呢 英符经上的红色隔线 称之为朱丝兰 那是用朱砂画出来的 唐代孟起本事是说 有一次唐玄宗招李白入宫 李白已经喝醉了 极浅浅二内成 叶辅之 命 拈墨如彼已受之 幼灵二人 张诸诗兰与其前 白徐彼述斯 略不停醉 诗篇立旧 更无加点 玄宗命两个内成 扶住李白 给他碾墨 填臂 又拉开有朱丝兰的字 也可能是娟博 李白闻思卢永 一下子 写了十首诗 这段记载说明 唐代宫中 已经使用朱丝兰 还有李兆 唐 博史卜 也有记载 他说 又 宋伯坚 有知诚 借道 捐束 位置 乌斯兰 朱斯兰 宋伯 是地名 这里出产 诗制品 可供书写 上面只有红线 或黑线 这种诗制品 宋代也有 名副名作 苏树铁 就是有乌斯兰的诗制品 这是四川出产的 专攻书写 上面有清晰的 乌斯兰 航线 据说 穿了三代人 最后 找到 迷符来写 当时 大约价钱 不菲吧 其他人 都不敢 落笔 放大点看 可以看到 织物上 经纬的细节 诗制品上 有航线 并不是 唐宋才有的 西汉马王堆 出土的 薄书 也用了 航线 这是用 朱砂 画在 薄上的 由于薄 是软的 经纬线 会左右移动 所以 画的时候 不是太容易 纸上画 格线 比薄 容易 这是北京 故宫所藏 菜香 制书师 手卷 可以看到 上面的 航线 精细 挺拔 这在 诗制品上 是很难 做到的 这是文正明的小凯作品 签字文 画一个格线 有时候我想 文正明 作品数量很大 画格 是很花费时间的工作 他到底是 自己画格 还是请书童 之类的 助手 画的 像这样 精细的格子 它是用什么 工具来画的呢 对于 书法家来说 画线 是必定会 遇到的问题 我这里 所讲的 是手工 画线的方法 所需要的工具 一 是小凯笔 要硬一点的 如 老好小凯 第二 当然是一把尺 长一点的好用 丁制尺 大三角尺 都有帮助 第三样 是 颜色 黑色 画出来的就是乌斯兰 红色 红色 画好 那就是 朱斯兰 红色 用 国化颜料 朱砂调制 或用 朱砂木条 在磁碟中 磨 最简单 就是买一瓶 猪叶 现在价格 相当便宜 我所见 老辈 在宣纸上 画线 往往用 两支细笔 姿势 好像用筷子那样 中国人 都会用筷子 不用胶 一支 是笔头向下 另一支 笔头向上 笔头向下的那一支 占有颜色 笔头向上的这一支 只是起着 阻隔的作用 避免有颜色的笔头 碰到尺 造成乌迹 以前条件 不如现在好 但前辈 非常聪明 想出很多办法 卢把小开笔 插入 竹筒中 这样 就不用两支笔了 这竹筒 要小一点 紧一点 画线时候 靠在尺上 也很方便 古代 有些线条 非常受印 很早 就有人怀疑 是用印笔画的 但 古代的印笔 是什么样子的呢 无法确定 现在云南 纳西竹 还是使用 竹笔写字 写起来 相当流利 日本 也有 瑞士的竹笔 跟西方 占水笔 差不多 收印线 可能是用 瑞士 竹笔 这样的工具 画出来的 这是 我的猜想 还有一个问题 要提醒一下 画线 当然要 预先 算好 写多少字 纸张 多少大 算出 多少行 多少格 这是相当 费时间的过程 如果你 如果你 折子很熟练 可以 先 折出 线横 然后 照着 线横 来画 这就 快多了 现在 现在大家都用红色圆珠笔 来画 圆珠笔笔头 又粗细 粗一点的好 太细的笔头 尖利 往往会画破 自脏 二 饰养 二点一 全部 一种饰养 比如说 这一幅 画格 从头到尾 每格的大小 都一样 要知道 这作品 必然包括 正纹 落款 和盖印的 也就是说 正纹 落款 和盖印 都使用 同样大小的格子 但有时候 会发生 这样的问题 你看 这视频条 作者 是清代杨一生 赚述大家 画格 是 每张三行 每行 十二个 长方形格子 写到最后一张 问题来了 落款 经常用行书 而行书 没法配合 长方形格子来写 上款 空一格写 中阳二兄 大人 雅竹 八个字 用 四格半 下款 有六个字 占用 三格 多一点 也就是说 这行书 跟格子 其实 没有关系的 二点二 落款 用 不同式样 从 杨怡孙 作品可知 当 落款 用 不同 书体时 未必 能用正纹 一样的 格子 那 那怎么办 那 落款 可以 不用格子 只画 航线 就够了 像 沈尹默先生 这作品 正文 是打格写的 而最后 落款 换了行书 第一个字 不用格 有时 空白 格子 没有写字 那也 不画横线 变成 一行空白 如 这沈先生 写的心境 凡不写字的地方 都是 空行 我把它 横过来 可以大一点 看得清楚 这心经 是全文操录 第一行 写标题 下面 全空着 所以 不画格 成为 空白的行 全文写完 剩下 十二格 不画格子 横线 合并为 空白行 最后一行 落款 用行书 全部 不打 格子 横线 中线以下 签名 上下 都空着 这是 杨毅勋的 十一言 对联 中间 正文 每个字 都用格子 四周 用行 小字 落款 横过来 放大点看 这四周 是包括 上下 左右 黄十一样 包围着 中间的正文 很有特色 沈尹木先生 这对联 也是 中间打格写 然后 左右两边 用行书 落款 各占一行 没有像 杨毅顺那样 包括上下 视为 不同的 设计 杨毅顺 这四平条 每张五行 每行 十四字 我们只看见 直向的线 没有 横向的线 实际上 横向 是用了 折线 来对位的 所以 装表后 只看见 横线 折线 就消失 不见了 这作品 是折线 和画线 巧妙的 结合 值得 学习 三 画线 对作品的影响 画线的目的 是把字 排整齐 所以 大多数的作品 是取 整齐 字 美 但画线 对于作品 还有其他的作用 书法 是线条的艺术 线条 是黑的 纸张 是白的 所谓写字 是用 黑色的线条 切分 白色的空间 所以 作品讲到底 是黑白的 视觉对比 美不美 那 王羲之 蓝亭序的 蓝字 唯利 赵孟甫 临本 一七首 横摇式 就太大 这就是 切分空间时 作者的 美感不同 接下来 看中间的门 你有什么感觉 王羲之的门 上部 紧密的多 假如 请你做 笔记鉴定 你很容易肯定 这是 两个人写的 这两个人的 审美 相差很大 形成 各自的 书写习惯 蓝字 分为三部分 这是 上面两部分 现在你把 两个人的空间 切分本领 对比一下 就知道 赵字 松散平均 王羲之 接字 紧密 这个问题 来自 艺术家本身 对空间的感受 改起来很难 要长期 小心凌词 才会进步 而 神隐墨 零的这个 蓝字 一望而知 黑的太多 黑白 比例失掉 造成 沉闷 自感 这是 沈先生 某一次 灵血 蓝 庭 序 用不多了 并非 每次 都是这样的 我只是举例 给各位 对比 刚才 刚才讲的是 接字问题 一个字 内部的 黑白 关系 现在讲 如果画上 格子 会怎么样 这是 字 外部的 黑白 关系 假如我们把这个 篮字 加上 格子 线框 画格 等于切封 整张白子 把白子 分成一个一个 小的空间 于是 每一个字 就放在一个 小空间中了 如果 在一个格子中 字写得太大 称足 整个格子 就会有 顶天 立地 自感 你还要想到 它 上下 左右 还有其他字 每一格 都写足 就会觉得 拥挤 太贴近 所以 用格子 写字 这字 占整个格子的 七八成空间 是比较好的 整篇作品 视觉上 会感到 比较清楚 当然 写得太小 也不行 那会造成 白味太多 艺术作品的 效果 是一种美感 有时候 诗字 好理 差一千里 我们用格石 要小心 历史上 有没有特意把字 写满格子的呢 有 眼睁青 就是一个 他晚年作品 就是这样的 眼睁青 晚年变法 以转法 来写真书 把王熙字 斜化紧接 变成 平化 宽阶 称满字格 造成 掩体的 独特效果 还是比较成功的 但假如 斜化紧接的字 称足 格子 并不好看 不信 你可以试试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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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